請教政委教育部的人力資源系統,大概每隔兩年到三年都會依據政府採購法重新進行招標 但是每更換一次簽約的廠商,全國各個學校的人士又要重新揮入資料 非常消耗人力和時間,無意義地來加重全國各校演員的負擔 各位請教政委,怎麼樣建議教育部進行改善,來落實行政流程簡化跟電子化政府的目標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確實因為我們如果沒有訂好一個開放API的話 就會變成是每次有一個新的系統的時候,它跟舊的系統勢必不可能做到完全相容 所以通常都是我們的這些第一線的使用者,不是以使用者為中心 是以系統為中心,使用者為衛星,隨便繞著新的系統來轉 所以它需要什麼新的欄位,或者需要什麼新的資料等等 等於它的資料品質不好的部分,不是它跟舊的系統去握旋 而是說變成是我們第一線的這些使用者要去幫這個新的系統 去補上舊的系統資料品質不好的部分 這個是傳統大概都是這樣子在安排的 那我們在推所謂的OpenAPI的採購的時候,我們用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你往舊的系統採購的這個承辦,這個甲方 它隨時都可以在它的採購合約,或是它採購合約的增補那邊 去修正這個合約,去購一個說 只要是人能夠看得到的,人能夠輸入的 那你都必須要讓機器人也可以看得懂,也能夠輸入就是所謂的OpenAPI 那我們的那一段文字是趙潮、吳章海同樣設計的那一段文字 大家可能知道說,如果你的廠商沒有辦法做出讓市場者可以用 它其實是市場者,那它會被disqualified 就是它以後就大概不需要再接工我們的標案,因為它不專業 或者是說,它說它要收你幾倍的錢才能夠讓市場者可以用 那它也可能會被disqualified,因為它不專業 它事實上就是必須要免費或幾乎免費的 那當然可能是有點抱怨的,就能夠完成這種無障礙的表彰 那我們也是用同樣的方式說,如果你是甲方 而你要求就是,現在正在做這個不是只是給人用 而是機器人也可以用的話,那它同樣不能收你有玩的太多錢 而且它同樣也不能拒絕 那這個情況只要這個舊的系統廠商願意去做這樣子一個OpenAPI的工作 它不是願意,它是被迫,被做這個OpenAPI的工作的話 那對新的廠商來講,其實它可以保留舊的後端 它是先去做一個新的前端 就讓大家更容易友善地去存取這個舊的後端的責任 然後它再慢慢慢慢地去把這個舊的後端 改成它所使用的前端 或者它就一直不改,就會變成新的這個廠商 廠商是一些新創,它專注地做前端 然後這個本來的廠商,它專注地做後端 那車就比較不會有時候重新進行照標 然後導致後端跟前端因為都綁在同樣的廠商需要做 所以每次就是前端後端要一起改 一起改的時候,那就會變成使用者為衛星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教育部現在也多少開始了解了 他們資格斯這些委員跟他們聊過一些 就是可以做一個所謂的Shadow Team 就是說本來的舊的後端廠商還在的時候 那先找一些比較擅長的前端,你看到後端的一些人 他可能以污文或怎麼樣的身份 那去瞭解到這個後端是怎麼運作的 因為你如果不瞭解,你沒有辦法重構它 那但是這個時候這個標案就不需要很大 還是大部分是舊的這個微韻的標案 它還在第二年三年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等到新的這些 能夠把它翻譯成OpenAPI的這種設計文件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再去找新的廠商進來 不一定是中間的這一組人自己變成新的廠商 是他去協助就是他跟一些廠商的限界 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那你無所知 教育部已經在一些 就是最近的一些 就是系統裡面已經開始有想要做這樣子的事情 那未來就是關於人力資源系統等等 那我想下次我如果見到資格斯的話 那我也會再討論一下說 那類似這樣的方式有沒有也可能用在人力系統上面 你還是不想要做什麼 那我會選在這個地方 而是十分類似的